7号傍晚彰化分圆猫罗西的沙洲上有一名16岁的少年受困 消防队利用抛神枪的方式救援 而被救起来的少年他虽然头部在溪中撞到了石块 但还好意识还算清楚没有大碍 那么警消调查少年疑似去在沙洲上钓鱼 结果碰上了溪水暴涨 没有办法及时离开才会受困 原本下午在沙洲上钓鱼 但是没想到因为山区大雨造成了溪水暴涨 16岁的少年一脸惊慌失措等待警消救援 开端端20公尺的距离但是水势湍齐 连救生艇都无法靠近 警消只好用抛神枪溜出绳索救人 现场警消隔空教导少年把绳索绑在身上 几个人在对岸强拉受困者上岸 好下水 繞繞繞繞繞繞繞 繞繞繞繞繞 福中少年一度又被猛血冲走 颈调奋力才把他拖救到岸边 好请问他这 他幸福稍微塞 他的幸福稍微塞会先抖起 少年在溪中飘浮 头部一度撞到溪中石头 还好及时救援 经过现场观察救护没有打碍 记者新闻中赵建林彰化报道